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到这个阶段以后 明明具有代表性或者是具有意义的 尤其是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容易引起一些深度争议的这些话题 反而消失了 对 像那胡女童遭到残忍杀害的这个案子 适应地方法院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 当庭播放在押被告王景玉和他的父母会客录音的来做这个勘验 开议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个王景玉有没有救审的能力 就是他精神状态如何 这个就引发了侵害被告隐私权的疑虑 而且这个疑虑还不止来自于被告方 连这个诉讼代理人 也就是在受害家属这一边的律师 也都对法官播放录音的这个活动 看起来相当不满 觉得不妥 不妥 觉得不妥 我们把整个事情再顺一遍说好吗 简单的讲这里法官在意的是这个嫌犯有没有所谓的救审能力 救审能力就是接受审判的资格 用白话来讲 精神状态如果不对劲的话 他就没办法接受法律的审判 就说这个程序要停下来 这个程序要停下来 譬如说他确实精神分裂 那不是说就无罪 不是实体的判断 而是这个程序必须要暂时停下来 那曾经我们有接触过类似的案子 譬如说有一个精神分裂太严重 他甚至完全没有病逝感 那甚至于开庭的时候还攻击自己的律师 那类似像这个 其实法官也很头疼 所以他就暂时把他的审判程序停滞下来 那这个的话是在 我们法律上没有规定那么清楚 但是其实程序上是可以这样做 那这个人 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先治疗 先治疗 他应该是incurable吧 对啊 治疗 不过后来他就因为那个绝症 癌症 后来就过世了 这件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 不过就是说救神能力 就是说他的意义是说 我今天要审判你 审判 我要进行一个审判程序 他背后的想法 背后的那个思维是说 那你总是要懂吧 你总是要懂我现在是在干嘛 这样才有意义 这个审判才有意义 如果我现在要审判你 我审判你就是要你负起你应该负的责任 你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整个程序进行下去就变得没有意义 所以救神能力是 怎么讲 被审判的第一个前提要件 简单讲是这样 那法官是要证明说 因为我在猜 我在猜这个进行状况可能有些问题 有些问题 所以应该是他的辩护人有去争执说 这个审判可能要先停下来 因为他听不懂 而且他不了解 那法官要去调查证据 就这个他有没有救神能力 这件事情来做调查 法官依照他的职权所授予的 授予的合理的范围 他能做些什么 这些程序上基本上是没问题 他去调查 因为这个是一个诉讼的 开启诉讼的条件 那法官就去调查 其实法官就去调查证据 那问题是在我们的 所有的法律程序里面 刑事诉讼程序 审判的程序 因为他是最 结果可能是最严重 所以他也被要求 所有的程序里面是最严谨的 所以我们一个术语 叫做法定证据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严格证明的程序 这个证明的程序 一定要非常严格 那严格怎么样去让 刑事诉讼程序很严格呢 就是你要调查证据的方法 是法律来规定 你一定要透过这几个方法 譬如说我们大概知道了 人证 证的嘛 那譬如说鉴定 那你就要鉴定人 不管很多 鉴定很多 车祸也是 那枪 毒 这些都是鉴定 一个人有没有救生能力 不就是医院证明吗 对 所以你讲的没错 你讲的没错 这是一个最普遍的 跟火灾鉴定没关吗 对 他就是放在鉴定里面 然后又要一个鉴定人 或者是有一个 我们实物上习惯的 变通的方式 就是不一定要鉴定人 亲自出庭 你要鉴定机关 出具一个鉴定书 也就是像精神医院 对 精神病院 要出具一个对于 鉴定报告 鉴定报告 好鉴定 那譬如说 勘验也是一种 勘验通常是 譬如说 去现场 车祸现场 要去看看吧 是 对不对 你是怎么撞的 那你是怎么弄的 那譬如说 大部分都是去现场看 那个叫勘验 还是说去看 你们有些纠纷 比如说房子的 不动产的 还是车子的 还是说 凶案的现场 砍验 这是一个 是 那是士林地方法院 在当庭 坚持完成了 四段录音的砍验 这四段录音 都是王景玉的父母 到台北看守所 去办理探视 王景玉的时候的 谈话内容 对 从6月23号 到7月20几号 对 感觉上我直觉讲 我没有看到这个录音 可是如果是父母 去看自己 涉嫌杀人的小孩 那父母应该 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比较 获得宽容 所以就应该会展现 平常的时候 也会展现一种 比较 比较慈眉善目了 比如说劝说 或者说是这个 而总之就是让 这些录音是可能是对 会引起同情的 这个是一个角度 但是他的内容 其实并不是重点 法官想要证明的 只是说 他可以正常的 跟父母亲对话 那他的想法 背后的想法很简单 他背后的想法就是说 你总不会骗你的爸妈 你在你爸妈面前 总是会真情流露 你跟你爸妈 总不会装疯卖杀 那问题是 法官去听这个录音带 听还是甚至于把他爸妈 跟他之间对话的录音 录起来 之后作为证据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个法定证据方法 对不对 他试用的是不是对的方法 因为你刚刚提到 要有人证 要有医院的鉴定 然后一个是勘验 勘验通常讲的是现场 那现场就是说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 举了车祸 还是说怎么撞的出去 所以不应该把父母跟孩子 这个监狱里的对话 或者看守所的对话 当成是勘验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用的是勘验的程序 他不是用鉴定的程序 所以这个是 那个律师在质疑他的地方 你应该要依法 你要鉴定这个人 你要鉴定这个人 有没有那个被审判的能力 对不对 你应该是要去 鉴定 鉴定他 而不是去勘验他 人没有办法被勘验 不是收获现场 对 但是他去勘验录音带 他去勘验录音带 也就是鉴定这件事情 涉及到更多 比较细节和专业的能力 对 是吧 那看起来这个 只是把录音录下来 如果这样看的话 法官的新政 不是已经形成了吗 意思就是说 这个法官 来我给你们听录音带 我们也大家一起来听听 然后你看 这个人讲话很正常嘛 对 对对对 就是 我不敢说法官的新政 已经形成了 我们当然不太知道 不能这样说吗 但是他很容易 让人家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你宁可 听他的录音带 就算了 不愿意用 鉴定这个证据方法 那你在程序上容易被批评 程序容易被批评 那这一个是矚目的案件 其实我们要求 因为这个其实是 根本他就是现行犯 现场被抓到 就事实的部分 没什么好争执 我们只是期待说 你好好把程序走完 那不就好了 不要再引起无谓的争执 那这个其实是 没有必要的争执 我刚刚讲这两个不妥 第一个是你用的证据方法 可能是错的 可能是错的 那第二个是 他还会侵害到 另外一种利益 另外一种法律 蛮在意的 就是那个 律师也提出来的隐私权 因为本来理论 侵害到王景玉的隐私权 侵害到他父母的隐私权 对话的隐私权 因为你不能只有看这个个案 就说这个个案 基本上是 大家讨厌这个被告 所以法官有点在 用那个名气 名义 利用大家对这个案件的 被告的愤怒 或者是厌恶 对 他就变成一个 处理案件的惯例了 起码形成 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他比较变成是一个同理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 会影响到其他案子 以后 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案子的话 那所有的人进去 检索你们对话的时候 都担心 我会不会被录音 那录音之后 之后会不会被拿出来做 对你不利的证据 那这个是会有问题的啦 另外我们 我们在小灯花 这个不幸的案件里面 听到了 有没有教化之可能 对吧 就像我们看到 郑杰在捷运 杀人也是一样 不断地在问 媒体也在问 那么 刚才我们说到 法官做了这件事去 偷听 不是很想偷听 测路啊 测路而且 而且播放 法庭公开播放 是不是也想要 想要证明 或是想要说 说明 他的父母这样教化他 说你要慈悲啦 你要慈美善目一点啦 或者说你要认错啦 你要念佛 这就是教化 那这个就等于是 说明 这另外一个层次上说 我已经给你 法官已经自己提出证据说 这个人好像看起来有教化之可能 他在他爸妈面前 他挺乖的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啦 因为这有两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是 这个录音带要证明的 还没有到教化可能性 因为教化可能性 讲的是他这 这个案子 实质上的判断 现在都只是程序而已 程序而已 程序他能不能受审判嘛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有没有教化可能性 这个标准 其实最高法院自己作检自负 因为这个标准是 最高法院自己弄出来的 但是你相信 我跟心理学家谈过 我也问过精神科医师 他说有没有教化可能性 是不知道的 没有人做得出来 没有人真的 没有人真的敢做 那个鉴定报告 说有或没有 这个鉴定报告 基本上是做不出来 任何人都这样 任何人 所以高庄之 我没有办法证明 你有没有教化的可能性 当然啦 你没有办法证明 我也不能 我也觉得 你没办法说 我就觉得你不知道 能不能教化 你没有办法证明 我以后会更好 或者更坏 对不对 没有人敢做这种证明 因为人 人性是 其实有点复杂 那未来 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没有医生 我只让我没有什么 叫他的必要了 你就这样 因为我没有危害能力 对 好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话 他这句话 现在在法律上 还蛮 蛮受大家瞩目的 对 因为最高法院 自己想要把它操作 成一个标准 但是他自己在 其实有一点是 他自己的想象里面 但是 如果心理学家 跟精神科医师都说 他根本没有人敢 做出这个监听报告的话 那请问你怎么判断 这是为什么最高法院 常会被攻击的原因 就是说 死刑当然是一个 要废除与否 是一个国家的政策 那你要谨慎的使用 这个大家都同意 那你谨慎的使用 要有一些操作的标准 操作的标准 比如说良性的因子 你把它讲清楚 大家反而可以接受 但是你只是很笼统的讲 有没有教化的可能性 有没有教化的可能性 这个句话 基本上它本质上是 很难操作 或没办法操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又形成了一个门槛 就还有教化之可能 那就都是心证了 那为什么会被骂 因为他讲出来的理由 大家就觉得很像 因为没有办法 有人出去那样的监听报告 所以他只能 从一些旁征侧击也好 抓一些蛛丝麻迹也好 不管是抓他的过去的经历 还是现在的表现 还是曾经开庭的时候 讲了什么话 还是跟被骂之间的互动 他只能写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很不错的 假如一个态度很凶残 或者是鲁莽 而且什么都不在乎 想说反正我要死了 而且他的情绪管理很差 那自然而然 他的很多表现 就可以被法官拿来利用 说此人以无教化 反过来说 那个人如果刻意的 要表现出他悔过了 他或者说他只忏悔了 法官也可以说 此人有教化之可能 所以他就反而变成了一个 在罪行确定以后 审理期间 让法官有形成 对于自己觉得有利心证的一个方法 那个确实上是这样 实务上是这样 但是这句话 为什么不能够从法律里面去除掉 是他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说 尚无教化 尚有教化之可能 你说这句话从哪里来的 我都觉得是从古术超出来 他不是 他很难被操作成一个 你不要厚乌古人好不好 厚乌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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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理论上应该是量刑跟论罪 尤其是严重的犯罪 我们向来一直主张 他要分两个程序 因为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是一个判断方法 等他确定有做了之后 之后应该要判多重 应不应该判死刑 另外一个程序 因为他要调查的证据应该是不认 向来的主张是这样 那你在陪审团的制度 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他一定是两个程序 论罪之后量刑 量刑 那量刑他调查不一样 你要听被害人意见 你要有一个调查官去调查 去做他的身家调查 调查报告 那尚有教化之可能 是以无教化之可能 是放在量刑的 对 那个部分 才来做判断 这样才会清楚 清楚吗 你只要有这句话说 有没有教化之可能 我就认为他根本不清楚 根本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用四个字来替代 叫做量刑因子 你要去说明他之所以应该被判重 因为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那应该要被判刑 因为他有一个两个因子 一个因子两个因子三个因子 那法官如果我们这样说 法官如果认为某人尚有教化的可能 那这个法官要负起他教化的责任来 这个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干 一现代国家是不行 给一个说法代理人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高荣之律 是在我们的现场 还有一个案子 跟小灯泡这个案子 可以说也同样的 同样的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多年了 陆正案是一个绑票 是撕票案 而且看起来犯下陆正案 以及另外一个女保险业务员命案 两个案子的死囚 邱和顺 申请再审 被最高法院驳回 之后最高检察署 审核相关的卷证 认为原确定判决 在审判期间有应该调查 而没有调查的证据 我们来把这个程序再说一遍 好吗 这个是一个新的小组 就是那个时候 之前的法副部长罗英雪 跟现在的检察总长 颜大和 他们在最高检察署那边设了一个小组 就是专门要去审查这个死刑 都是定验的 包括邱文胜这也是吗 对 然后定验的争议案件 争议案件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 包括国际特色组织 都把它列为十大重大的救援案件之一 全世界的十大 对 全世界的十大 就是认为它的整个程序 是有相当严重的瑕疵 那这个是第一个案子 就是说最高检成立这个小组之后 第一个贾总长提起非常上述的案子 贾总长提了 针对这种比较重大案件 贾总长提了一个郑信泽 还记得吗 郑信泽已经出来了 是是是 那现在这一个 郑信泽就是在KTV杀警察的案子 对 那现在针对邱和顺 那希望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最高法院拖了很久 最高法院拖了 他是史上鸡押被最久的嘛 23年 那他从28岁关到现在 56岁 也关了29年 28 9年 是 那不管怎么样了 这个案子在程序上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然后加上提提非常上述之后 主要也是针对程序上的问题 程序上的问题 譬如说有几个对邱和顺有利的证据 有利的证据 譬如说勒索电话 勒索电话 打电话的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共犯 因为判决书里面都说 这个电话的声闻是其中一个共犯 但是声闻是可以比对的 比对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不是嘛 因为已经证明不是邱和顺了 就是说被抓到了 除了他以外 还有他的一伙朋友 大概也是几个 他们那个时候 比较明确的证据 一个就是勒索电话 结果勒索电话 要比对声闻 那个勒索电话 电话不见了 对 那最高法院就说 最高法院的 你要注意那个论述的逻辑 他说啊 这个录音带不见了 不能证明 电话不是你打的 没有录音带怎么会 连打不打电话都不知道 录音带不见这件事情 不见了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证明 是 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但是在法律 是我早上去买雪糕 也没有办法证明了 所以无关的事情 怎么证明或者是不能证明呢 然后呢 就有学者批评说 这样就是把证据蔑视的不利益 不利益 归给被告 不利益 就是说理论上 谁应该有 义务 去确保 Secure这个证据 要好好的债 是谁的责任 如果是国家的责任的话 那这个证据蔑视了 那个不利益 不应该有被告外负责 反而反面 反面推论的话 应该是被告就不能 不能被视为 他又打电话 是 这样才是 证据蔑视就表示 你不能用这个当证据 对 不用用这个当证据 怎么会说 现在不能证明你没杀呢 对 我也不能证明你杀了 所以那个逻辑是 可是这个看起来不是一个很积极的 对邱恶顺有利的证据 只是说法院的说法有问题 有一个比较心比较积极的 就是那个时候承办的援警 他退休了 他愿意出来作证 说他确实那时候 邱恶顺他们被刑求得很惨 那这个其实也被证明 也被证明过 这个人都退了休以后 拿了退休金 然后再回头来 慈眉善目的当好人 跟鲁迅说的一模一样 军阀啊 大商人啊 到到 鲁迅是怎么说 他就说这些人到了晚年 就是杀人如麻的 或者是不不但的 到了晚年都 到了晚年都 都要慈眉善目一下 对 他这个还有一点比较有趣 因为那时候 主办这个案件的是台北市刑大 那刑求的也是台北市刑大 那事实上那时候王清风 之前在当监察委员的时候 他其实就办了这个案子 是 他因为他找到 确实的刑求的证据 刑求的过程被录下来 是 就没想到录音机忘记关了 简单讲是这样 就刑求过程还被录下来 所以那个时候是 极少数的 早期警察确实的刑求 现在真的没有了啦 现在几乎没有了 那早期警察真的是会刑求的 那刑求他忘记关录音机了 那因为他这个案子很大嘛 所以录音带很多 没想到就留下来 那王清风很细心 确实他很细心 他就真的被他犯出来 犯出来之后 那个警察还被判刑 史无前例的 没有警察刑求被处罚的 没有 因为绝对抓不到 这是第一个 也没有人被判 因为这样被判刑的 他们是少数被判刑的 所以刑求这部分 再加上 因为有原警愿力出来 指证嘛 退休原警愿意站出来 这个也是新的证据 所以这个案子开始 有一点点的曙光 非常上述是基于 这一卷录音带的出现 他有几个 他有几个比较具体的指摘 就是说譬如说 不过这个就是比较细的啦 就是女保险员这边 有一些证据 譬如说什么 黑色塑胶带里面的鞋子 是不是生前他穿的啊 还有刚刚讲的 我讲的录音带的问题 还有新的证据 新的原警是不是应该调查的问题 他大致上指摘的 非常上述的理由 都还是围绕的程序 围绕的程序 当然他实质上 很多证据跟现场情况 有点都不太起来 这个其实是为什么 连国际特色组都认为 他是一个很大冤案的原因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一个话题 可能也不小 也蛮大的 那就是司法改革 蔡英文上周提名了 谢文定和林警方 担任司法院的政府院长 已经引发了宣传大部分 而且我们节目里面也 有讨论过 触及到了一点 可是包括 法界的审检辩学 学术 而且律师 好像都重炮抨击 那你来谈一谈这件事情 如果你还记得 还是听众还记得 其实我们在上次 上上次连续谈了两次 司法院长和副院长的身份 他具有两种双重特质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 你对院长和副院长 适格性的判断 你如果认为 他其实是司法行政的首长 而且他的那个味道 比较重 比较重 是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 行政首长 行政首长 而且他的行政权 才是比较重要的话 如果你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院长副院长 他的那个独立性相对比较低 如果你非常看重 他大法官的身份的话 他的独立性就会非常高 独立性就会非常高 那现在提名的这两位人选 就是一个典型的司法官僚系统出身的人 那基本上他们的司法官僚里面 他们的操守什么 这些当然都没有问题 但现在只是说 如果你非常在意这个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这个角色的话 你就会觉得以他们的学术 还是以他们的学养 其实是有点撑不太起来 首席大法官 担当不起意思是这个 对 因为他们这边就是在当官 但是本来如此 因为他如果不能当这个官 他也不可能具备大法官的身份 他的大法官身份是基于他作为 司法院的政府院长而来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你的说法 不是我的说法 这是尝试 对 你的说法跟你的想法 跟那个时候2003年的时候 我们修宪的时候的立法者的意志是一样的 修宪的就是这样讲 我有这样的尝试 就具备了救审资格了 对 你如果当大法官一定会好好的审查 那你再告诉我 如果基础是 也就是说前提 是当司法院的政府院长 那后面跟随的都应该是附加的吧 所以 作为附加的意义说比较近 你知道吗 你这样的说法 是一种说法 一般我们普遍的感觉都这样 一般的 不管是民众 还是媒体的感觉 其实都这样 因为院长副院长是最大 大法官是跟着他来的 是 大法官跟着他 但是你这种说法某种程度 已经贬义了大法官 不是 不是大小的问题 是前后的问题 先后的问题 对 但是你要知道 宪法条文里面刚好不是这样写 他是大法官 并为院长副院长 好 如果是如此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守宪法了 的确宪法的意志不是如此 你这样一讲我就知道了 理解 但是 其实立宪的 我跟你讲 那时候修宪者的 他的意思也是这样 所以他在后面才加了一句 并为院长副院长是大法官 不受任期之保障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替你的司法行政政策要负责 所以你没有什么 上任就干 干一辈子 干八年 没有这种事 那这个就是他有两种属性 好 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说到底 还是我们的宪法规定有问题 那还是要说到底 其实是要休闲 我还是觉得要休闲 我们不要跳那么远 因为我们还有一段节目 我们要慢慢的讨论一下 大法官 司法院 院长 副院长 台北FM98.1 News 9898 新闻台 今天礼拜四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高杨志律师 在现场 高律师 我们刚刚讲到了 蔡英文 提名的谢文定和林锦方 担任司法院政府院长 引发了轩然大波 我相信这个轩然大波 它不见得只是政党上面的问题 只要我们有那样的一个宪法 就很容易 那每一次 只要是有更动 我无愿更动 随着总统的上任更动 那司法院长副院长 要不要辞 都会是一个阵意 都会有轩然大波 怎么办 在蔡英文的逻辑里面 他之所以提名这两位 比较像是 官僚系统出身的人 他的想法里面 甚至有他还没有经过 总统府有设一个大法官审见小组 理论上所有大法官的名单 都要经过这个小组 但是向来 蔡英文意思就是说 也不是他独创的 向来所有历任的总统 院长和副院长 都没有经过这个审见小组 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总统直接决定 挑人了 人事 然后就送国会了 那他的想法就很简单 他的想法就是说 在他的想法里面 院长和副院长 是跟着总统是要轮替的 所以在蔡英文的想法里面 他认为司法院院长副院长 他的行政属性 其实是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因为他要去负责 推动司法政策 那司法政策 它本质上一个行政权 他基本上比较需要 全责相符 然后所以 相对来讲 大法官那部分的角色 没那么重要 没那么重要 OK这是一种见解 那这个并不完全错 只是说我刚讲 我们宪法这样规定 就会造成这种宪政僵局 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强调说 在市制530之后 事实上司法院以后应该要单纯化 就是所谓审判机关化 所有的司法行政应该是由另外机关 司法院本身院长跟副院长 他就是阳春的还是单纯的首席大法官 那他们两位去 司法权的本质就是 他的核心本质其实就是审判 所以大法官 不管是像美国的9个人 还是像我们国家15个人 他就是负责解释宪法 然后让命令 统一所有的法规跟命令 那这个是他核心的工作 以至于司法行政 其实他很大的一部分 像国外他其实都有所谓的司法部 司法部 大法官不会管这个人屁 大法官理论上应该不要管这种东西 但是话题也牵涉到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这四个字听起来 金光闪闪 真正有词 这应该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但是司法独立到独立于哪里 独立于什么体系之外 以及独立的程度和效力 甚至独立所产生的威权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将军 司法独立某种程度 其实已经被大家所普遍接受 没有人不认为司法应该独立 但是慢慢的要去想的是 司法独立本身是不是只是一个手段 它背后要追求一个更高的价值 可能是什么 那司法独立本身就是一个 独立的目的吗 还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吗 还是说它只是作为 我们要达到另外目的的手段 那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 司法独立这个价值 你有时候不能够跳脱时空来看 过去的台湾是一个威权体制 所以司法被干预是全民共识 所以以前的司法独立 喊再多都可以了 过为不及 我就是因为那个叫什么 中百效应 就是说你要往那个方向推 你要往独立性的方向推 所以你一开始一定要使很大的力气 才能够把它往独立性的方向推 所以从90年代 我不需要坦白讲 尤其是在法官 法官的独立性基本上 可以说已经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的问题是它变得有点独大 然后它也有点点是独断 所以现在的那个中百 我必须要讲 台湾的那个改革的方向 是有一点点往独立性的方向往回推 那往回推就是司法的这个所谓的可可责性 accountability 就是你要怎么样确实的为你的行为来负责 那所以你如果譬如说以前没有人 我们的刑法125条 是处罚那个滥权追诉的 以前从来没有法官从来没有检察官 被用滥权追诉 所以起诉过都没有 侦查都没有 那以后可能就会往这个方向走 我不是说一定要用刑法来处罚他们 而是说你今天有滥权起诉的 滥权不起诉的 还是说你裁判的时候确实有故意 甚至于是重大过失的 都有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是要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人民其实的不满是来自于这边 人民的不满是 跟司法接触的时候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案子的品质这么不好 为什么程序拖延那么长 那这些可能某种程度都会民众会要求要负起责任 那或者是说要负起怎么样责任 或者是做怎么样制度性的改变 不见得只是要个人负责 而是要做怎么样制度性的改变 让权者能够更相符一点 让所有的事实 这个还是概念 或者说这还只是 听起来只是大冒的 比较笼统 权责相符 或者比较符合实际 那宪法上对于司法权 唯一的制衡机制就是总统提名 立法院同意 他现在讲的是大法官 院长跟副院长 大法官 他现在讲的是总统的职权 那我们从这里衍生出来 到底司法这个领域 我们一再讲的独立独立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问题上 他的独立的 独立于什么之外 当然是独立于政治的干预之外 但是他还是 独立于行政跟立法之外 三权分立的想法是这样 那我刚讲的 现在我们宪法院规定 院长跟副院长 他是兵任大法官 以后如果没有兵任大法官 你想象一下 15个大法官里面 我们早期是这样 15个大法官里面 没有院长跟副院长 那他某种程度就独立于司法行政 所以这个人事权 这个人事就是说总统提名 大法官 首席大法官 这样说话 提名首席大法官的话 他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 司法独立 那如果总统提出这种人选 一定会被骂死了 一定会被批评成 因为他们就会讲说 批评就会如同你现在听到的 他们过去有什么宪政的见解 人权的追求 有没有什么著作 有没有什么曾经 在找圣人是吧 不是找圣人 其实很多学者是这样 譬如说有一些主张 有一些主张 他某种程度是坚持了 基本人权的一些价值 一些信仰 即便在那个时候 一刚开始没有办法被人家接受 慢慢的被接受了 譬如说我举一个很大 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之前的官场公安案 官场公安那个时候 他跟政府签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契约的 就有学者出来写文章 说这个不是的 这个看起来像契约 但是法律的解释上 基于保护劳工 以及那时候政府的失职 解释上应该像是 定义上像是今天 补助今天 今天 那这个就是对于劳动权 对劳工权 一种基本人权的一种信仰 或者是说坚持 他有这样的著作 还是他有这样的呼吁 这个是可以被检验的 这样的人当大法官 应该就是相对比较没问题 所以算是有了 credibility 是吧 就是他其实需要是两种能力 我这样讲 有的人行政是需要行政的能力 坦白讲学者 他的人权 还是说宪政概念是比较好 但是他来当行政 也不见得是不会造成灾难 因为他会帮助他 他在去阻止 他会帮助他 他的自己是保护的 是因为他会帮助他 就是他